今天还看到有人在说这个端午节包粽子是什么习俗 有的地方确实是端午节包粽子的 我们当然吃月饼了 但是包粽子也不是也不可以啊 那最近在台湾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一位台东县的农夫啊 捡了很多这个蜗牛 然后用蜗牛肉呢来包了粽子 他自己吃以外呢还分给邻居一起吃 结果造成三人食物中毒 食物中毒的原因据分析很有可能是这个蜗牛啊 爬过这个剧毒的农药 所以把这个农药带入到这个粽子当中 当然这个案子最终怎么判断还不太清楚 但是确实在端午节期间发生这样的惨案 是挺让人扼腕的 不应该呀 但是吃蜗牛肉的这个粽子 我也觉得挺新鲜的 但是蜗牛身上会携带一些病毒啊 这也是挺吓人的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就特别爱捉蜗牛 一下下完雨之后又要去捉蜗牛 家里面目前还有三只小蜗牛在爬了 所以这个蜗牛致人死亡 一定要提高警惕 收红银权者网红灰 我记得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